他就是嫉妒他們這樣子 那鄧醫師,你覺得呢 是真的有這種分手勝地嗎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就算了 但是如果有人已經知道了 還要去 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要拿你的感情 去做這個冒險 是你求知 就是說你的... 是真的想分對不對 如果你求知的精神 就是你要做科學實驗的精神 大於你珍惜這個感情 我覺得你的感情 在人生的波折當中 真的應該會出問題 你知道我的想法 就是那種心態 像我記得有一對朋友 就是他那個... 就是女生有時候比較信這個 他們是... 就是女生比較信 然後男朋友其實是不信 但是有一次 因為大家要去玩 所以一定要去那個... 就是情人橋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女生 其實就不想表現得很迷信的樣子 他就什麼都沒有說 是那個男生自己主動要避開 去走那個橋 因為他跟他說 老婆我真的不能忍受 任何可能失去你的東西 所以他就... 他在來就覺得很好 因為他... 就是那個男生 當時是男朋友 他其實是很貼貼 然後就是很不信這種東西的人 可是卻為了他 就是去做這個 好像要讓人家笑他說 你怎麼那麼迷信 我什麼動作 他就覺得很受藥 而且他相信這個男生以後 一定不會為了任何的事情 來考驗他們的感情 他覺得受重視 所以鄧醫師的結論 就是告訴大家 你沒有必要拿自己的感情去這樣 對 不管你信不信啊 就是也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啊 不用撐那個牆嘛 對不對 年輕人尤其不要互相積在那邊撐牆 何必呢 尤其是像我們今天討論這樣 分手這件事也不要激來激去 對啊 無聊好不好 真的嗎 有那個體力就多做一點相愛的事 對 真的嗎 對 很愛翻 好 沒錯 好 當然今天在這邊 這個洪大哥 別忘了把你的情書 寶貝留下來給大家做 對 我現在特別做一個板子 真的哦 是啊 因為我看那個腳本上面有講說 要給大學生一些建議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給他們一個建議就是這個東西 自己做道具耶 對 我說大學生談戀愛啊 其實 是在學尊重信任跟付出啦 我覺得大學生在學習愛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的人會因為愛很大 最後變殺很大有沒有 然後就是演變成一些悲劇 所以我覺得要有一個觀念是說 其實愛呢 不是尋求毀滅 就是或同歸於盡 而是去成全對方 就當你如果真的走不下去的時候 你們要分手的時候呢 你應該是要去祝福他 因為他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他找到一個比你更適合他的人 對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是 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就是大家只要能夠享受那個 戀愛的那個過程當中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們學到一些彼此互相尊重 跟信任這樣的一個 一些事情 我覺得那就是很棒了 最後一個其實是 找適合的人 因為大家現在都很希望能夠 這是外貿協會 就是希望是找到一個帥哥 或是美女這樣子 可是如果真的是找到一個 外表條件已經都不錯了 那重點是跟你相處上 個性很合得來的 這個是適合的人 適合的人其實對你來講 是對的人跟好